男人用手擦干净抢上石栋的灰尘 然后把嘴巴靠了过去 他似乎在对着石栋 倾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男人名叫沐云 他和邻居丽真是同一点搬进这栋楼里的 因为同天搬家 工人们不小心将二人的行李弄错了 这使得沐云和丽真二人 不得不多次和彼此交谈 二人在短暂的交谈之中 保持着舒服的分寸感 毕竟二人都有着各自的家庭 但共处于同一屋檐下的二人 并不是毫无交集 有时候二人会在房东太太的邀请下 一起打打麻将 他们也因此熟识了起来 丽真的丈夫是一名日期的员工 对于他来说 出差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而沐云的妻子是酒店的员工 经常性的上晚班 因此沐云和丽真一同独手着空房 这晚沐云又接到妻子上晚班的电话 说晚上要加班 他向妻子这么辛苦 便打算给妻子一个惊喜 可等到沐云赶到酒店 却被告知妻子早就下了班 此时的沐云想起同事 曾多次提醒他 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逛街 沐云一开始并不相信 他百般招流替自己的妻子开脱 撤下沐云才知道 原来一直以来都只是自己在骗自己而已 沐云独自一人到楼下常去吃的小吃摊 脸上写满了卫妆 撤时 丽真精致的身影出现在小吃摊旁 沐云不理解 怎么会有女人精致到这种地步 哪怕只是下楼买碗面 都要画着美艳的妆容 可尽管丽真的妆容再精致迷人 他脸上的疲倦也是无法掩盖的 事实上丽真和沐云同样不信 他撞破了丈夫他亲 而丈夫他亲的对象居然是沐云的太太 他是极好面子的 因此他也不敢将这件事撕砍 弄得两家都难看 迟到这天 沐云意外地约他去咖啡厅见面 丽真看着沐云的领带 笑着说 自己的丈夫也有一条和他同样的领带 沐云也开口说 自己妻子也有个和他一样的皮包 二人没有再多说什么 彼此的秘密就这样被点破 原来他们都是那个最该伤心的人 二人都是体面的人 不想把事情弄得这么狼狈不堪 可他们又十分介意这件事 于是他们打算亲自拍演一次 看看自己曾经的爱人 是如何开始这段感情的 二人说着大胆爱命的话语 可谁都想不到 他们只是在排练而已 这次的排演 二人都不太满意 丽真学不来性感高人的沐云太太 而沐云也学不来 沉闻老年的丽真先生 此日沐云与丽真共进晚餐 他们点了彼此的伴侣最爱吃的菜 当沐云看着丽真脚好的面容 不小心沉沦了一下 出租车上 沐云试图牵住丽真的手 却被她躲开了 因为她还是不太熟悉这样的亲密 不久 丽真的丈夫在家出差为由 离开了一段时间 而这也给了沐云和丽真 二人独处的时间 他们开始以便便拍演自己的伴侣 每当丽真是沐云太太时 那勾人诱惑的模样 都让沐云心动不已 可拍演一结束 丽真就立马变成那个 含羞沉默的女人 因为丽真极为重视迷 她不愿将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情 搬上台面 因此当面对沐云的牵手时 丽真只能是拒绝 就连下车都要等到沐云先下后 自己过一会儿再下 丽真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体面 她极力在别人面前 规避着和沐云的见面 这天沐云发起了高烧 她迫切地想喝一碗黑芝麻糊 丽真得知此事后 特遥了一大锅黑芝麻糊 她挨家挨户地送了一碗黑芝麻糊 就这样才不会凸显出 她对沐云的特殊照顾 她将自己的心思 掩藏得太过完美 外人看不出来 沐云同样也看不出来 他们一如既往的排眼者 与其说是排眼 不如说是互相安慰 他们都不敢触碰那层关系 又对彼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情绪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情绪 沐云邀请她 一起写武侠小说打发时间 尽管丽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看着一脸期待的沐云 还是答应了下来 此后 丽真总会称邻居们都不在家时 偷偷来到沐云家里 沐云响谈甚欢 这天 丽真又来到沐云家做客 房东太太却突然提前回家 还带着一大帮人 在公共客厅打了一晚上麻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沐云一夜无眠 待坐到天亮 直到外面的麻将声停歇 女人小心翼地走出男人的房间 丽真从沐云家出来后 坐在自己的床上 不由自主地长述一口气 这是她第一次 体会到自己先生踏轻时 怕被人发现的刺激心理 因为报社多犯罪稿 而二人的进度又实在缓慢 沐云便提出 在酒店开间房 一起协作 这样既闭人耳目 又能提高效率 可沐云对丽真的感情太浓烈 以至于丽真误解了她的意思 直接出演拒绝了沐云 可沐云那通电话 还上丽真赶到了酒店 这句话 竟是提醒自己要坚守底线 也是在提醒沐云清楚分寸 这天 他们在排演丽真丈夫被揭穿的戏码 尽管只是排演 可丽真还是倍感伤心 她失控地靠近了沐云怀里 放声痛哭了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和沐云发生亲密动作 他们明明都只是在演戏 可你来往往之间 又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愫 丽真的多次外出 让房东太太注意到了 她言语里多是点拨丽真 要注意自己的分寸 房东太太的这番话 让丽真心底里 刚刚萌芽的爱情 被彻底扼杀 她开始刻意躲避着沐云 甚至连在大雨中 也不愿意结果沐云递过来的雨伞 李真害怕自己的某一个举动 又隐得邻居对自己说三道四 她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用这种方式 规避那些鲜言碎语 这晚沐云告诉她 自己要去新加坡工作了 她不愿在这个伤心的地方 过多留恋的 而且最要命的是 她发现自己爱上了李真 她清楚李真 不会选择离开她的丈夫 为了减缓痛苦 她只能选择离开 两人最后一次进行了排演 这次排演爱人分手的场景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的主角是他们自己 随着最后一句分手说出口 李真再次崩溃大哭 她扑在沐云的怀里 享受着片刻的温暖 天亮以后 两人都默契地选择不再联系彼此 可他们小瞧了思念的魔力 沐云是第一个没忍住的人 她将电话打给了李真 她想问李真 如果她多给她一张船票 她会不会跟自己走 沐云没有等到这句话的回答 因为李真没有接动她打来的电话 等到沐云离开后 李真独自来到了沐云曾住过的酒店 她呆坐在室桌旁哭泣 她也同样问出那句 如果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可惜沐云早已离去 这段感情必然会成为遗憾 一年后 沐云在新加坡工作时 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电话的那头没有人说话 只有一段绵长的呼吸声 沐云猜到了那头是李真 一年时间的异地相隔 并没有减缓彼此的思念与感情 直到四年后 沐云回来了 她第一时间去拜访老邻居 可开门的却不是她相熟的人 在路过李真家的门前时 沐云害怕了 她怕自己翘向房门后 门内是一张陌生的面容 或者是李真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沐云不知道的是 等她离开后 打开这扇门 人是她思念已久的李真 二人就这样永远地错过了 一开始我只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可后来才发现 这本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